哈喽同学们大家好 好今天呢再次欢迎大家回到来进进发书来跟进我们新的一个教育视频 好今天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行动管制令的时间有大约了两个星期左右甚至三个星期了 那同学们也是无法回到学校去上课而是上线的方式来上课 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别开生面的一堂课 我在一本书看到这个作文题目那我觉得非常有趣 也非常适合同学们现在的这个心境 什么是别开生面就是不一样的 创新的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别开生面的一堂课 那今天呢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的来从这个online课 从这个线上上线的课 用通过这个互联网来上课 是来说一说来成为你这个别开生面的一堂课 OK好我们来从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先从大环境来考察 那这一次老师会跟大家分享呢 我会以图画的方式来和大家分享 希望以这样子的方式能够让同学们有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去思考 甚至来去进行你的这个写作的这个程序 好我们先想象一堂课 通常一堂课发生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是在课室 但是你今天这个别开生面的这堂课呢 让你觉得很不一样的课 又是怎么样的呢 和平时比较起来 好这个是你 好今天的课和平时比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好你还在课室上课吗 应该不是了 那你怎么样上课 你使用什么工具来上课 为什么这堂课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特别呢 好你的老师和朋友们都去了哪里 他们怎么样的向你呈现 他们怎么样的和你互动呢 可能你在别开生命的这堂课可以和我们谈谈 好说你的老师和朋友们都通过视频来和你上课了 那你使用什么样的视频 那你的大环境还是学校吗 应该就是在家里了对吧 那家里的这些角落呢 那家里有谁 家里的什么地方 你可以写进你的座文里面 好 那你上课的工具还一样吗 好比如说老师说九点 好大家准备好九点要上课 那你还是一样要带着书包去上课吗 还是你所使用的这个工具啊 已经和平时不一样了 什么样让你觉得这堂课是非常的不一样 非常的新鲜的体验呢 好希望这一幕可以让大家激发大家的思考 来去想象从这个大环境来切入里面 好紧接着呢我们再从我们课堂主要的是谁 老师所以我们可以从老师的角度 我们从学生的角度怎样去看看老师 就来来谈 好今天老师和平时的老师有什么不一样 什么要让你觉得这个别看这一堂课是非常的特别 非常的新鲜呢 那老师还用这白板来讲解吗 应该不是的对吧 那老师用什么方式来向你们讲解 好老师用的是录音吗 还是老师用的是怎么样的这些电脑软件来向你们表达书本的内容呢 怎么样的方式来去呈现 好那同样的老师上完课以后会给你们功课对吧 那这样子你的功课又是怎样来去完成呢 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 会让你觉得哦这堂课太特别了 这堂课竟然要我使用这个文字档案Microsoft Word来去进行书写 我平时没有使用过的 而且我现在必须用Google Classroom来去交上提成我的功课 好这就是让你有所新的体验 你从来没有感受过的 就是把这些要点写进你的作文 写进你的文章里面 好就是从老师来谈谈 那接着呢 好我们的课室除了有老师 当然你有我们的谁 我们的朋友 那我们的朋友呢 和平时又有什么不一样了 平时你进到班上 你就会跟你朋友说 嗨你好吗怎么样的 你们会有这个互动的方式 那现在呢你们可以在老师上课的时候说话吗 你们的互动形式又变成了怎么样了 好你想念和朋友平时这样子的互动吗 那你现在你的互动和朋友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互动 并且你不能再见到你朋友 那上课的时候呢 你们的互动是如何的 你还可以打开 你可以像平时那样说悄悄话吗 啊 是什么样让你这一堂课和平时不一样了 那你和你朋友的距离 你感觉是怎么样 更遥远吗 还是更加的贴近了 毕竟你们现在不再是面对面的来交谈 所以这一堂课 当你在上课的时候 你和老师和朋友之间一定是有被影响了的 所以你们这一堂课有什么的来不一样 好你可以从朋友的范围来去谈谈 那最后我们总结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发自内心来做审思 问你问你自己 今天的课 为什么我会觉得它是一个不一样的 为什么 你问一问自己 你喜欢这堂课吗 为什么这是一个别开身面的一堂课 你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上线 网上网络来上课 这样网络来上课 你从来没有尝试过的 而这堂课就让你非常的新鲜感 从来没有尝试过 你也不知道下一步到底会是怎么样的事情发生 好那你有所期待吗 你对于这样子的上课方式你有所期待吗 还是你期待 还有你对这些课有什么样的希望 你有什么事情想告诉大家 来老师打个比喻说 可能你的网线不稳定 所以导致到你的上课的这个步伐 上课的这个节奏是断断续续的 可能你不能完全的抓住老师表达的要点 因为你的网络不稳定 所以你可以总结一下 你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堂 别开身面的这一堂课 所对你带来的这个感受 好 这个可以来做成你的总结 好 问问你自己 好 所以别开身面的一堂课 我们再来回头来去看一看 这一堂课主要是表明说 这是一个很新鲜的课 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堂课 和平时是不一样的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就是叫做别开身面的一堂课 那你可能会问 老师我可以写马来文课 还有体育课 还有华文课吗 都很不一样 当然是不可以 因为这里内容已经表明了 它只要一堂课 所以同学们 你们不能贪心 我们要认定好我们的方向 好 那这里我们来轻松的方式 同学们可以把你的这些文章 或者是句子 其实这样子的一些方式 刚才老师所讨论的 我们可以和低年组的同学 一起来分享 来让同学们来去展开思路 来和我们谈谈 把他的思想写成文字 写成句子也可以 他可以不一定要写成作文 他可以写成句子 来和我们一同的来分享 那作文呢 是一件非常非常有趣 好玩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同学们 在这个时期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 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些文章啊 可以讨论我们可以怎样的方式 来进行写作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 你也很想来尝试书写的 你可以在我们进进 Clashroom的comment下方 和我们来一起的展开交流 好非常谢谢大家 和我们上了这一堂 别开生面的一堂作文课 好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